大家好 颱風要來前 天氣形態總是很炎熱 而且午後有一些局務正宇 東半部有雨室 不過這個范士高颱風 預計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逐漸清洗日本的九州 然後接下來到韓國方向去 禮拜三到韓國 那立起碼颱風第9號颱風 正在增長當中 請大家要留意了 因為禮拜四禮拜五 可能離台灣相當的接近 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范士高颱風 它預期會往九州方面前進 然後往韓國 它影響到日本的九州 四國還有中國等地 外游環流影響 對飛航影響很大 會受到一些干擾 另外這個立起碼颱風 它現在正在增長當中 整個形態還不是很對稱 整合當中之後 它預期會是一個很有料的颱風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的水氣還蠻旺盛的 很有利於它的發展 可能會接近到中度颱風 後面又有一個低壓正在發展當中 那未來的形態呢 第一個 這個颱風往九州方面接近 范士高預計往韓國方向走 那同時呢 這邊呢 也正在發展 未來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 這個結構完整 那這時候太平洋高壓呢 就開始犧牲過來了 所以目前有的預測呢 大概都是針對台灣的北部 接近到台灣陸地都有可能 這個幾個路徑都有可能 都不能排除 這個都在誤差範圍以內 所以請大家不可以掉以輕心 只是說它距離台灣的遠近而已 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很難避免說這個暴風圈 被碰到台灣陸地 所以請大家留意禮拜三 開始可能有了各種警報 禮拜四禮拜五 影響台灣最多 尤其是禮拜五 那後面還有一個颱風 各位有沒有看到 可能會再發展 不過我們今天解決 這個立起碼颱風之後再說 所以這個雨勢來說的話 颱風還沒有來零前 明天的天氣跟今天一樣 東半部外圍水汽的水 加上地形的影響 那西半部 午後的塞巴厚雷震宇 還蠻大的 這個雷震宇比塞巴厚比以前的 更大很多 那目前來看的話 禮拜二一樣 南部也有午後雷震宇 然後西半部 浩山區也有一些午後震宇 北部也有一些零星的機會 禮拜三颱風接近的時候 會有點改變 風勢開始變大 整個北部有一些雨勢 禮拜四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典型颱風從北部 接近外圍環流帶的雨勢 禮拜四就會有一些感覺了 南部也有一些 轉戰性的降雨 那禮拜五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整個雨勢的範圍 就是颱風相當接近台灣的雨勢 這個都還有變動的空間 但是請大家提高警覺 禮拜四五的降雨會比較大 可能一些活動都會受到一些干擾 請大家預做準備 當然它的強度有多少 還有在後面 等到颱風接近台灣的時候再來看 會比較合適一點點 但是請大家禮拜四禮拜五的活動 如果有一些戶外活動 有一點風險的 你就要蓋雨就準備了 最重要的是颱風快來了 不管來或不來 不知道你颱風機 你有沒有做好 蓋雨的演練跟準備 或是防颱包 能夠準備趕快趁這幾天準備就對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太好了 今天要請大家